中国毒奶粉事件之后 去年发布的牛奶标准 创全球最差标准 最近又再度引起了关注 欧美国家的乳品规定 微生物指标呢 每毫升在10万个以下 而中国的最低标准 是每毫升200万个 相差了20倍 大多学者指出 牛奶中细菌多 会危害人体的健康 据了解 卫生部去年敲定的乳液新国标中 原奶细菌数允许最大值为 每毫升200万个 而此前的标准是50万个 欧美标准在10万个左右 新国标还将生鲜奶源的蛋白质含量 从原来的2.95%下调至2.8% 欧美标准则是3%以上 据报道 目前中国奶牛养殖业小规模散养 超过70% 100头以上规模不到30% 李星明还表示 小规模散养 蛋白质含量不稳定 现在也有部分手工擠奶 擠蛋奶桶里 特别夏季造成维生物数量很高 牛奶的品质就会下降 不可能再去保护落后的生产方式 建设擠奶栈 有冷藏罐 来确保的快速降温 吸氧素控制在10万里面 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但是投入成本要高一些 无论是乳品其他食品也好 都是肯定是标准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对消费者健康保证 据报道 广州市奶叶协会理事长 王丁年近日炮轰 中国乳品标准创全球最差标准 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 老百姓对国产乳品消费信心下降 新标准1011年 奶农反而亏本 新常人记者李梅 特约记者杨正采访报道 香港这些人 Über 新衣服 新衣服